第十八课 该怎么说? 一 听力理解练习 一 听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一 哎 小王 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吧 以后有什么事 咱们好联系 好的 女的为什么要小王的电话号码? 二 哎 小李 你今年大学毕业呀 我本来应该去年大学毕业的 可是因为生病耽误了一年 小李哪年毕业? 三 小刘 你对上海熟悉吗? 那还用说 我去上海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四 刚才大家对老王的意见是什么态度? 刚才大家听了老王的意见 有的点头 有的摇头 说什么的都有 对老王的意见 大家是什么态度? 五 昨天开会 要求我们每个人 今年都必须写一篇论文 本来就忙 现在更不用说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六 这就是北京的小吃一条街呀 这么多种小吃啊 你看见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难的是什么意思? 七 刚才的电话又是小王打来的 小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找小李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否则不会十分钟内打三次电话来 小王怎么了? 八 我看小王这几天好像心情不太好 就约他去长城玩了一趟 想让他散散心 到了长城 果然他好像开心多了 一直爬到了最高的地方 就是嘛 环境变了 人的心情也会随着变的 女的是什么意思? 九 我觉得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 它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观众看了以后觉得很亲切 很真实 另外 演员的表演也很自然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十 我妈妈每个月给我五百块钱 可这个月才过了一半 我就花完了 下半个月我怎么过呢? 想跟妈妈再要一点 可是我怎么也开不了口 她怎么了? 二 听对话做练习 对话 汉语的禁忌 生词 禁忌 晚辈 传说 逃避 专有名词 包工 一 听第一遍录音 判断证悟 该怎么说? 在中国传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禁忌的习俗 就是有些事情 人们认为不太吉利 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 那么该怎么说呢? 听了录音 你就会有所了解了 诶 麦克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呀? 是我爷爷 老麦克 怎么? 你跟你爷爷的名字一样? 对啊 因为我爸爸很喜欢我 又很尊敬我爷爷 所以就让我叫爷爷的名字 在中国肯定没有这种情况 在中国 晚辈的名字 不能跟长辈的名字一样 也不能有发音一样的字 更不能直接叫自己长辈的名字 要不然 会被认为是不尊敬长辈 在古代 甚至如果有什么东西的名字 和长辈名字中的字一样 都要把这种东西的名字改一下 是吗? 要是按中国的习惯 我就太不尊敬我爷爷了 我听说 中国人认为有的年龄不吉利 也不能说 是吗? 对 是45 73 84 100岁这几个年龄 这一般和历史传说有关 传说 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包公 他在45岁那年遇到危险 差一点死掉 而73和84呢 据说跟孔子和孟子有关系 孔子是73岁死的 孟子是84岁死的 人们认为 这两个年龄 连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逃避 一般的人又怎么能逃避得了呢? 而100岁呢 人们认为是寿命的极限 所以也不吉利 那如果到了那个年龄 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真是这些年龄 比如你今年73岁 也只能说去年72岁 或者明年74岁 还真是挺复杂的 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不直接说 比如女孩子结婚 要说出门或者成人 而生孩子 要说有了 天喜了 人死了 要说去世了 老了 不在了等等 是吗? 我看学汉语也应该了解这些 对 2.听第二遍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该怎么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禁忌的习俗 就是有些事情 人们认为不太吉利 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 那么该怎么说呢? 听了录音 你就会有所了解了 诶,麦克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呀? 是我爷爷 老麦克 怎么? 你跟你爷爷的名字一样? 对啊 因为我爸爸很喜欢我 又很尊敬我爷爷 所以就让我叫爷爷的名字 在中国肯定没有这种情况 在中国 晚辈的名字 不能跟长辈的名字一样 也不能有发音一样的字 更不能直接叫自己长辈的名字 要不然会被认为是不尊敬长辈 在古代 甚至如果有什么东西的名字 和长辈名字中的字一样 都要把这种东西的名字改一下 是吗? 要是按中国的习惯 我就太不尊敬我爷爷了 我听说 中国人认为有的年龄不吉利 也不能说 是吗? 对 是四十五 七十三 八十四 一百岁这几个年龄 这一般和历史传说有关 传说 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包公 他在四十五岁那年遇到危险 差一点死掉 而七十三和八十四呢 据说跟孔子和孟子有关系 孔子是七十三岁死的 孟子是八十四岁死的 人们认为 这两个年龄 连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逃避 一般的人又怎么能逃避得了呢? 而一百岁呢 人们认为是寿命的极限 所以也不吉利 那如果到了那个年龄 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真是这些年龄 比如你今年七十三岁 也只能说去年七十二岁 或者明年七十四岁 还真是挺复杂的 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不直接说 比如女孩子结婚 要说出门或者成人 而生孩子 要说有了 天喜了 人死了 要说去世了 老了 不在了等等 是吗? 我看学汉语也应该了解这些 对 一 在中国古代 如果有一件东西的名字 跟长辈的名字中的字一样 人们会怎么样? 二 在中国 晚辈跟长辈名字中的字怎么样? 一 三 中国人不喜欢四十五这个年龄 是因为什么? 四 中国人觉得七十三这个年龄不吉利是因为什么? 五 中国人觉得八十四这个年龄不吉利是因为什么? 中国人认为一百这个年龄不吉利是因为什么? 七 如果一个人今年八十四岁 他会怎么说? 八 人死了可以怎么说? 八 三 选择对下面各句话的正确理解 一 要不然会被认为是不尊敬长辈 句子中 要不然的意思是什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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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他在四十五岁那年遇到危险 差一点死掉 句子中 差一点死掉意思是什么? 四 一般的人又怎么逃避得了呢? 意思是什么? 4.听第三遍录音回答问题 该怎么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禁忌的习俗,就是有些事情人们认为不太吉利,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 那么该怎么说呢? 听了录音,你就会有所了解了。 诶,麦克,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呀? 是我爷爷,老麦克。 怎么,你跟你爷爷的名字一样? 对啊,因为我爸爸很喜欢我,又很尊敬我爷爷,所以就让我叫爷爷的名字。 在中国肯定没有这种情况。 在中国,晚辈的名字不能跟长辈的名字一样,也不能有发音一样的字,更不能直接叫自己长辈的名字,要不然会被认为是不尊敬长辈。 在古代,甚至如果有什么东西的名字和长辈名字中的字一样,都要把这种东西的名字改一下。 是吗?要是按中国的习惯,我就太不尊敬我爷爷了。 我听说,中国人认为有的年龄不吉利,也不能说,是吗? 对,是45、73、84、100岁这几个年龄。 这一般和历史传说有关。 传说,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包公,他在45岁那年遇到危险,差一点死掉。 而73和84呢,据说跟孔子和孟子有关系。 孔子是73岁死的,孟子是84岁死的。 人们认为,这两个年龄,连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逃避,一般的人又怎么能逃避得了呢? 而一百岁呢,人们认为是寿命的极限,所以也不吉利。 那如果到了那个年龄,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真是这些年龄,比如你今年73岁,也只能说去年72岁,或者明年74岁。 还真是挺复杂的。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不直接说。 比如,女孩子结婚,要说出门或者成人,而生孩子,要说有了,天喜了,人死了,要说去世了,老了,不在了等等。 是吗?我看学汉语也应该了解这些。 对。 一,迈克和他爷爷的名字一样,中国人会怎么看? 在中国,晚辈和长辈的名字应该怎样? 二,中国人为什么会认为45、73、84、100这几个年龄不吉利? 三,如果你今年45岁,按中国人的习惯,你会怎么说? 四,对女孩子结婚、生孩子或人死了,中国人一般会怎么说? 二,饭厅练习 听短文和相声做练习 短文一 再吃一碗 有一个老奶奶说话很注意,从来不说有忌讳的话 比如节日的时候就不说不这个字 因为她觉得过节的时候说不字不吉利 有一年春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老奶奶吃完了一碗,她的孙子问 奶奶,您再吃一碗好吗? 老奶奶回答 好,好 孙子立刻给她盛了一碗饭 老奶奶又吃了 老奶奶吃完了,孙子又问 奶奶,您再吃一碗? 老奶奶想到过节的时候不能说不 于是说,好吧,再吃一碗 就这样,老奶奶一连吃了五碗 已经撑得一口也不能再吃了 可是,不懂事的孙子还在问 奶奶,您是不是再来一碗? 老奶奶连忙摇头说 不,不,不能再吃了 再吃,我就撑死了 听录音,回答问题 一,老奶奶为什么一连吃了五碗饭? 二,老奶奶最后说了什么? 你觉得吉利不吉利? 短文二 不吉利的话 生词 亲戚 不耐烦 不吉利的话 有一个小孩 说话总是不吉利 一天 他家的亲戚要举行婚礼 他的爸爸想带他去参加婚礼 临去以前,爸爸一个劲地跟他说 千万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儿子不耐烦地说 好了好了,我都十几岁了 这些事还不知道吗? 到了亲戚家 儿子果然很有礼貌 他的爸爸很高兴 跟主人告别的时候 儿子却突然对新郎新娘说 我今天可没有说一句不吉利的话 以后你们离婚 可不能怪我 听录音回答问题 一 这一天 爸爸带这个孩子去做什么? 二 临去以前 爸爸对孩子说了什么话? 三 这一天 这个孩子说不吉利的话了吗? 单口相声 吃月饼 生词 撒 幽默感 讨厌 乱糟糟 静悄悄 吃月饼 我有三儿子 他们各有特点 老大 稳重 老二 有幽默感 老三呀 这孩子最讨厌 说话 什么都不考虑 老是说些不吉利的话 前两天 八月十五 中秋节呀 我买了盒月饼 一回到家 三个儿子围过来 伸手就要拿月饼吃 我说 先等会儿 我呀 出一道题 你们要是答对了 才能吃这月饼 三个孩子说 爸 行 您快说吧 我就给他们出了这么个题 什么东西圆又圆 什么东西缺半边 什么东西乱糟糟 什么东西静悄悄 过了一会儿 我们老大过来了 说 爸 我知道 那你说吧 今晚的月亮 圆又圆 再过十五天 他就缺半边 天上星星乱糟糟 人们都睡了 就静悄悄 嘿 有点意思 我让他拿了两块月饼 接着 老二过来了 这孩子说话特别幽默 经常把到我们家的客人逗乐了 爸 我也想出来了 那你说 那你说吧 桌上的月饼圆圆又圆 咬一口就缺半边 吃到嘴里乱糟糟 都吃完了就静悄悄 怎么样 可乐吧 得 你也拿俩月饼吧 下边 该老三了 这孩子最讨厌 老是说不吉利的话 我得好好嘱咐嘱咐他 你可想好了再说啊 嗯 爸 我想好了 那你说吧 爸和妈俩人圆又圆 要是死一个就缺半边 我们哥仨一哭就乱糟糟 爸和妈都死了就静悄悄 听录音 回答问题并填空 1.他的三个儿子各有什么特点 2.他给三个儿子出了一道什么题 3.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是怎么回答的 请你在横线上写出来